小伙伴都说了想吃我弄的粉蒸肉 说张大姐弄的没我的好吃 张大姐很尴尬 这个时候我就把粉蒸肉弄了 粉蒸肉来说我一般是用的是 饭米就是我们煮饭的米 或者就是这个酒米 是自己炒的粉蒸 我喜欢用自己炒的粉蒸 张姐 来帮我把它炒了一下 我来洗个脸好吃 把炒黄 好 炒黄炒香 我现在洗个脸我马上过来 粉蒸肉如果你不炒香的话 别的就不好吃 香料我就用的是 八果桂皮 塞奶 沙仁 然后还有几个柄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要离点发酵 就把这个香料去鲜 哇 这块肉买得好 有一个瓜 装成的五花肉 这剩锡就适合了 酱巴撇了 撒点酱下去 详细的配方表和比例都在视频末尾 你把视频开完就能找到了 加点酱 来我们的伙伴酱 我就是网坡自卖自夸 外伦的伙伴酱就是我们外伦 我用的是麻辣的 这个是 不要浪费 蒜哈品川 本来也要加水下去的 加姜豆腐肉 来几坨 哇 豆腐这样就再香 白酒倒点 麻辣的重点 我们是重口味 切碗肥下去 羊鱼切大辣椒 这种盆盆用筷子是超帅的 还大了 好香哦 豆腐肉搬起来 小老师有没有老汁 不得老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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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有点老汁 这点老汁更巴适 再加低点鸡精 用再加盐 盐味干活适 蒜姐 两份都蒸不到 再烤一层 干活适 好香 上漆了 对了 要得了 这边扯了 先上漆 哇 好巴适 这个我们喊着爆花粉蒸肉 吃饭了 这个是面上的 这个是底下的 粉蒸肉 好幸福感觉 巴适的白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